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積木的部分 那當然第一個動作還是要怎麼樣 把那個基本的連線把它連起來 所以就是這裡 我們回到剛剛這裡 各位這裡就刪掉了 不要再留了 直接按上面這裡 有沒有垃圾桶 按一下 是不是全部清掉了 不用再留鏈沒關係 萬一如果你需要留鏈怎麼辦 你看我還可以再回來 那我順便問一下各位好了 你如果覺得剛剛那個好不容易寫好了 你想要怎麼樣 保留下來 有兩種方法 一種 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鏈子 你只要這個鏈子按一下 它會產生一個你專屬的網址 下次你就進到這個網址 可是這裡可不可以call 不行 是不是只能按確定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上面有沒有變了 上面就是下面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產生好之後 你只要把按確定 把這個層次碼 不是真的啊 網址複製起來 下次貼進來就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些人說 我這樣還不夠 我想要怎麼樣 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因為這樣回去印象比較深刻 對不對 你會不會拍螢幕上的畫面 拜託欸 不要那麼麻煩 按右鍵 下載圖片 還是去背好的 蛤 就是不會有後面這個點點啊 這樣了解嗎 下載圖片 要不要下載下來 PNG 去背好的 你就可以拿到簡報自己用 應該不需要我示範怎麼插進簡報 哈哈哈哈 這樣有了解嗎 這時候你抓圖的話 你不需要那麼麻煩的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優點 就是你可以直接按右鍵 就把它直接存下來 不用說另外拍照這樣 OK 這樣會了吧 你是不是要來拍照 那邊 所以你看到 對面 對面 按摩